翻译&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潘勋卓 我是《美丽中国》这个项目的创始人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长大的 但是我老家是在意大利 我经常说 我跟中国很有缘分了 其实我觉得 意大利和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是从以朋友为家庭 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对美食很重视的这一点 就是中国和意大利是精神上 文化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我2007年的时候 在普林斯顿上学 我就开始想 我很想 就是前往中国 就是来到中国 了解一下中国文化 就是和这么有缘分的一个地方 走得更近了 所以我就07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 我来北京失去了清华学习语言 认识了不少的朋友 大多数都是清华和北大的学生 而我当年就开始意识到一个现象 就是我认识的这些中国朋友 大多数都是从大城市出来的 就是北京 上海 重庆 广州的 很少是农村出来的学生 那么我开始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为什么没有农村的学生 在北大清华读书呢 他们也不是特别清楚 就说可能是城乡教育有些差距吧 很偶然就是07年的时候 我就在网上查到了一个信息 就是有一个斯坦福的研究中心叫REAP 然后有一个朋友把他们这个网页 这个地址发给我了 我就上了REAP这个网站 就发现了这么一个数据 它是说 如果你出生在中国的城市 你有80%的可能进入大学读书 那么如果说你出生在农村的话 只有3%的可能进入大学读书 我当时作为一个研究公共管理的一个学生 还不太懂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挺让人惊讶的 我就被他深深地出动了 我就开始07年的时候 开始走遍了很多中国贫困的地区 我就想更多地了解 有一个先生的一个了解 中国大城市和农村到底区别存在在哪里 然后为什么这么多农村学生 没有办法考到大学 更何况是这个清华北大 这么一些一流的大学 我就07年一遍走遍了五六个省份了 就是有北京周围的这些农村也走了 也去了更边缘的地方 云南 河南 青海 广东都去了 然后一遍走到了500多所 这个农村小学 当年我第一站是云南省的林仓市 就是有一个普林斯顿的一个校友 在那边捐了一所学校 他说不烦你去林仓去看看 我们花了也不少钱建这个学校了 我就坐飞机飞到昆明转机去林仓 然后转巴士了再做了一个拖拉机 走了一块儿路就是开始下雨了 就被陷到泥里头了 就是怎么走都走不动了 然后已经到了晚上比较晚天黑了 我记得很清楚看到了这个学校的校长 小学的校长开着摩托车 从山上面就是开车下来了来接我 然后特别就是怎么说呢 贴心就是拿了一个铝盘 铝盘里面就是还放着这个土机 我记得那天我们就坐在 就是在泥里头 就是在甘蔗林旁边吃这个土机了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农村学校和这个学校的校长 那我当时和很多人就是对农村这个教育的理解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一想到农村的学校就想到这个希望小学 这么一个海报就是有那双核腕知识的眼睛 那个小孩就是特别想上学 他那个眼神也特别让人感动了 可是我当真正的到了农村 就发现了和我想象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了 在农村并不是所有的孩子们那么渴望知识 渴望上学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学习的意义何在 我所到的农村大多数是这样的景象了 父母文化水平还是比较有限了 大多数都是到外地去打工 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基础 这个教育资源的匮乏 让孩子们的学习基础还是比较差了 父母们的想法是把孩子们关在学校里头 很多孩子们就是到学校里头去上学都是住校呢 然后等到他们16岁以后让他们出去打工赚钱 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了 这一照片里头你们看到的两个小孩 这个是他们也住校呢 就是因为学校这个床位有限呢 很多孩子们需要一起分一张床 然后这两个小孩已经连续两年没有见到他们父母 他们父母到生间去打工了 两年连续两年都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 对孩子们而言 学习也经常不过是一个熬时间的一个办法 这一小孩就是在比较痛苦地熬时间 教育学习对父母和孩子们而言 有时候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当然很多父母很重视教育 你在北京 上海这些大城市 就是大家都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就是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机会了 那么到了农村的话 就是有时候缺乏这种对教育的重视 理由是很少有学校 就是有当地的社区 有一些因为教育而改变命运的一些实力了 那谈到高中呢 就是很多孩子们很坦诚 说我上不了高中 就是没钱 我也不是特别想上高中了 那么很多小孩就是想到自己的 学习生涯就会想到中学或者初中毕业了以后 就是开始找工作 那么他们对职业的定义还是比较狭隘的 他们会想我要么去餐厅当服务员 我要么去工地工作 很少会想得更远 那么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一个事情 当老师 家长和整个环境都不相信农村的孩子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和成功时 他们自己开始怀疑自己 不相信自己 辍学也就变得异常的容易 画面这个姑娘 我没敢放他正面的照片 他仅仅只有14岁 他就是14岁的时候辍学了 到了一个餐厅去当服务员洗盘子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大家 就是我和我的同事非常感动的一句话 他说我做了这么一个选择 就没有回头路了 但是我非常非常鼓励我的同学不要做同样的选择 还要留在学校里头好好地学习 也给自己创造更多的选择和希望了 那么那几年我在调研中也看到过挤着80个孩子的课堂 老师们带着麦克风 四喊着上完一节课 这一图里头 你们也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涵盖整个的课堂 有80多个孩子们 很多就是排这个座位了 孩子们就是一个老师很难跟每一个孩子有接触 很难真正地观察到 关注到每一个孩子 因为真的就是有时候做得特别紧了 孩子们的数量太大了 我也看到过学校里头新建的一些图书馆 有些校长特别自豪 特别开心说 这个由外面的一些好心人士给我们学校捐了图书馆 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位校长 就是自己亲自站在图书馆这个门口 然后摆了一盆水 我说为什么图书馆门口里头有一盆水呢 他说因为我们学校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新的干净的书 所以每次有人进这个图书馆 他让他们就是洗一洗手 因为担心会把书给弄脏了 看过很多小孩就是周末的时候 从家里回到学校 就是量着自己的鲜菜 看是不是够他们吃一个星期 那这一段段的对话 这一个个画面 让我很难过 这些孩子们如此的单纯 很聪明 就是没有比我或者你们小时候笨 但是他们的机会真的是非常有限的 这些也给了我很强大的一个动力 孩子们不能因为出生地有限制 而无法走出更精彩的人生路 我得做点什么 尽我所能也要帮助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创造一个更美丽的未来 所谓美丽的未来 并不是上一所好的大学 其实不一定是每一个小孩都需要上大学 或者有一个体面的工作 我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教育有更多的选择 希望孩子们能够具备做选择的能力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不仅是把孩子们带到这个窗口 更要做的事情是帮他们打开这个窗口 然后走出去 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慈善 通过不同的一些渠道 孩子们可以看到这个窗口 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但是他们走出去 就是做这么一个选择 下这样的决心 真的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 那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 只有一个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教育 只有教育能够让他们获得做选择的这个权利了 那么谁能实现这个教育 唯有教师 教师就是教育的灵魂 所以我在2008年就开始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事业 你们会听到美丽这个词 听到了很多次了 我和最初的同事们开始集合中美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把这些优秀而勇敢的年轻人输送到中国教育资源匮发的地区 让他们进行为期两年的支教工作 一开始很多人告诉我 这个事情不可能 不可能 他们提醒我 有各种各样的障碍 他们说这个 现在这个世界是大家要尽早成功的一个世界 大家由大学出来毕业之后要去买车买房 要把钱送回家 就是07年的时候听到了很多这样的提醒 我自己也开始产生一些怀疑和犹豫 我说是不是真的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有人愿意去农村边缘的地区 去教书两年为这些孩子们做一些贡献了 那么事实打消了我所有的这些疑虑 一路上我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和美国青年人 他们在千万种机会当中就选择了去农村支教 今天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几位这些非常伟大的老师们 这位图片中是杨肖老师 他刚刚结束了两年的支教工作 两年前我还记得刚刚被美丽中国项目认识的时候 他是清华物理系大四的学生 我记得我们在清华开了一个活动了 我跟他在清华校园内走走路 跟他聊他要加入美丽中国这个选择了 他来到项目里头 就是被分配到云南省临仓市的一个叫平村中学 叫初中物理 他刚开始教学的时候 发现孩子们的基础特别特别差 平均成绩是年纪倒数 杨老师当时就立下目标 要把孩子们培养成真正的物理爱好者 要让他们真正的对物理这个题目 这个话题感兴趣 但这个怎么做呢 光是死基因背 他说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孩子们光是看这个课本死基因背 绝对是不行的 一定有帮助孩子们建立起来对物理兴趣和求知欲 所以杨老师就使用了一个 它叫做实验教学法 他把课程里面的知识转化成了一个个区位的实验 孩子们边动手边学习 学习兴趣大大得到了提高 孩子们一年以来 很多人就是 你们可以看这个图里头 他们自己开始创造自己的一些实验品 有一个电动船 有一个水果电池 还有一个望远镜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不仅是孩子们这个兴趣是提高了 不仅是他们学习物理觉得更开心 更幸福 非常非常优秀这些孩子们 这个班级在期末的全线通考中 获取了全线第三名好成绩 而班上原来有个想硕学的小男孩 在过去这一年中 成绩从班级的第41名进步到了28名 还成为了班级的物理制作大王 在学年结束的时候 他跟杨老师说了一句 老师 我想要重新读一次初二 我觉得自己挺有潜力的 我想把其他科目补好 还想跟你一样上清华大学 像杨老师还有很多老师 这个图中是我们叫郝林硕老师 她是一个大大咧咧北京姑娘 成长过程亦反逢顺 她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 就选择通过美丽中国 这每个渠道回到中国 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贡献 郝林硕刚开始 就是教八年级的时候 她有一个小孩叫福根 有一个学生叫福根 北京话福根 我听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了 所以我每次听这个名字 觉得有点别扭了 但是福根这个小孩 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平时几乎不和同学讲话 非常非常的害羞 她也是成绩是全班最后一名 没有一个学生的成绩比她差了 其他老师建议郝林硕 不要在这个孩子身上 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 郝林硕老师 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的老师 所以她在年初就决定了要去家访 要去看福根这一学生的家庭 她的父母 看有没有兄弟姐妹 看到底为什么这个小孩这么有财富 就是这么聪明的一个小孩 为什么成绩这么差了 她到了福根 她走路走了两三个小时 到一个山里头的一个小村 就是见到了福根的父母 福根她发现福根读小学的时候 父亲已经去世了 她姐姐在昆明打工 和她妈妈住在一起 在叔叔家里头住在一起了 林硕和福根妈妈聊过天 了解到了福根很喜欢跳舞 她说 这小孩就是这么害羞 平时不怎么说话 但是既然对跳舞感兴趣 她在这个事情里头就看到了希望 好听说说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去参加我们学校的艺术节 你在艺术节上去表个演 她觉得这个可能可以给福根一个 就是表现的一个机会了 就是给她一个建立自信心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她和福根就进行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辅导 只是这个小孩也不是特别希望 在全校面前去表演 但是这个好老师花了很多时间说服她 也帮她排练一种舞蹈 那么比赛当天 福根决定了要表演一个孔雀舞 孔雀舞平时在云南是一个女孩子的一种舞蹈方式了 但她这个孔雀舞跳得特别好 也得了这个舞蹈组的第一名 她现场轰动了 同学们就是齐喊着福根的名字 害羞的这福根在台下对郝老师说了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自信过 之后福根的作文 在就是班上写的一篇作文 叫做《那天的舞蹈和掌声》 到了全班最高分 因为成绩也逐步提高了 今年夏天福根初中刚刚毕业 她来到了昆明 报考力艺术装科学校舞蹈班 几天的考试和交集的等待之后 福根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 福根的故事原位结束 这个仅仅是一个开始 这样的故事太多 正在美丽中国有200多名项目老师们 正在云南广东第一线的课堂上教书 这200多名项目老师进入课堂以来 已经有65%的班级 在考试成绩上有了显著的提升 通过测试 他们全都希望留在教育这个行业里头 继续做贡献了 可是当我们感到欣慰了感动的同时 也必须看到 在今天的中国有超过一个亿的儿童 生活在农村地区 这数字的庞大让我们不禁意识到 要实现这所有的中国孩子们 无论出身都能够享受到同等的优质教育 需要的不仅仅是几千万个乡村老师的力量 更需要一批杰出的未来领袖 他们了解问题正解所在 并从不同的社会角度 经济 商业 制度等等多方面 实现这个远景共同努力 而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 就是这一批未来的领袖 很多人说到支教 都会自动联强到牺牲 付出前途 而实际上 在这两年的支教中 真的很难衡量谁的收获大 是谁给予谁更多 这两年的所见所感 带给这些年轻人的经验和感受 都是深入骨髓 不可磨灭的 项目老师在教室两年仅仅是 他们对学生们产生深远影响的开端 两年的时间不仅让这些优秀的项目老师 对中国的教育不公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同时 课堂里的挑战也极大地磨砺了他们 使得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 沟通影响力 创造力等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有项目老师写道 经历这个社会的痛 成为这痛的一部分 才有真正去改变它的动力 我相信他们也在经历一场蜕变 目前美丽中国40%的结束项目的这些老师们 就会继续留在非盈利这个行业里头工作 有50%多会留在教育这个行业里头继续工作了 我期待着他们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一起见证 一起为这批有希望的志愿者 年轻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支持中国这批社会未来领袖的成长和发展 他们才是将来最美好的未来的锻造者 他们将成为中国带来一个教育公平的未来 美丽中国有一个英文的口号 就是Teach for China, Lead for Tomorrow 教育和领袖是连在一起的 且看这些年轻人创造美丽中国 创造一个美丽的未来 也需要大家的参与 需要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在此感谢大家 就是对美丽中国的兴趣 也对美丽中国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hem 谢谢大家